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而带来超额价值增量的关键抓手 无论是新产品 新服务的孵化 精准营销 还是大数据分控等一系列应用场景 都是通过数据智能化的手段 分析权育业务场景下数据资产背后的潜在机会与风险 将新的机遇与自身的优势相结合 同时不断提升自身风险抵御能力 在面对直接的数字化竞争时 借助数据洞察 逐步打造自身的竞争优势 归根结底 我们深究前面提到的数字化转型应用的本质 其实是创新驱动下的技术与商业充分融合后的迭代升级 通过基于各种应用场景的数字化转型 实现企业现有价值框架下的企业价值最大化的一个目标 那么在本章节中 我们将要更进一步 即跳出企业现有的价值框架 从企业价值链 产业价值链 甚至全球价值链等更宏观的层面 去思考更大格局范围内的企业价值 探索能够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各种转型策略 通过研究 我们提出了价值共生视角下的企业价值管理 本章节的主题是 多维创新驱动下的价值跃升 与产业链格局优化重构 我们将为大家介绍以下几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是价值管理转型的趋势 第二部分是价值共生视角下的企业价值管理转型的路径 第三部分是跟各位分享一下企业价值管理转型的案例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专题的介绍与讲解 让大家了解企业如何通过多维创新突破 传统竞争 通过深维思考 以技术创新提升价值跃迁的空间 通过降维跨越 以模式创新促建产业链格局优化重构 实现跨界竞争 通过超维赋能 以管理创新实现共生共赢 构建价值生态体系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未来的一个价值管理转型的趋势 我们正处在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中 企业也面临更为严峻和复杂的市场环境 我们看到企业的价值管理也已经从单纯的提升企业的基础优势 向价值跃迁 跨界融合 价值共生发展转变 以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实现企业的价值最大化 我们看到未来企业的价值管理转型的趋势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价值跃迁与效率 提升价值的维度 第二个方面是跨界竞争与整合 拓展价值边界 第三个方面是价值共生与生态 构建价值生态体系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趋势 就是价值跃迁与效率 对于企业来说 除了某些垄断行业以外 传统竞争已经陷入了百热化竞争态势 利用价值 利用价格的差异 这样的优势维度去打击竞争对手 及所谓的价格战已经是很低的维度了 急需借助深维思考 破局初心 企业创造价值的前提是其自身的竞争力 企业竞争力可以体现在若干个维度的累加上 这些维度包括核心技术 成本优势 管理优势 人才优势 资本优势等多个方面 具有更高竞争维度思维的企业 以对手在自己更具竞争优势的维度内进行竞争 形成深维价值越前 通过多维创新 开辟更高维度的价值领地 提升行业整体的价值空间 通过高效率对低效率的整合 促进产业链格局优化重构 从而提升价值维度 实现价值越前 同时 企业聚焦核心竞争力 以价值最大化为目标 对产业链上下游进行一个错维的整合 吸收促进主业价值贡献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或剥离低效业务板块 以降低业务风险 这是第一个趋势 第二个趋势是跨界竞争与融合 企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 如果没有跨界的思维 其生存和发展终究会面临危机 虽然竞争会更加残酷 但是跨界会倒闭企业迅速发现机会 抓住机会 在商业发展大潮中精彩突围 企业可以通过优势资源 嫁接形成跨界的竞争力 比如本行业内优势 基础优势 对另一个行业来说是绝对压倒性的优势 为企业带来新的价值增长点 在互联网家大环境下 跨界已是大势所趋 不同资源之间相互融合 孵化新的产品和服务 将蕴藏的价值潜力通过跨界进行释放 虽然跨界竞争与融合形式不同 但都是以价值最大化为目标 更有利于价值增长 就是最好的跨界形式 2015年7月 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积极推进 互联网家行动的指导意见 互联网家融合了互联网移动与贩载 以及传统行业 造就了无限可能的创新 也引领了创新驱动的新常态 帮助企业拓展价值边界 第三个趋势就是价值共生与生态 构建价值生态体系 在企业商业模式眼镜中 从价值链到价值网络 再到价值生态 是企业适应市场环境变化 提升竞争力的必然趋势 由竞争转向共生 通过生为创新 探索与其他行业共赢的商业模式 以价值共生为理念 构建相互协作 欣欣向荣的价值生态体系 我们一直在讲企业需要转型 最近一直在提数字化转型 但企业的根本目标是创造价值 企业的价值管理也需要转型 据于刚才介绍的价值管理转型的一个趋势 我们定义了企业价值管理转型的矩阵 大家可以看到这62页上面这个矩阵图 那这个矩阵中的横轴代表了企业跨界的程度 从在企业内部到企业所处的行业所涉及的上下游到涉及不同行业 重轴代表企业在内部通过创新实现价值跃迁 从保持企业的基础优势到优化性创新到颠覆性创新 通过这样一个二维矩阵我们可以看到有四个向线 左下角向线企业通过促进产业链格局优化重构 实现基础优势的竞争力优化 左上角的向线企业以提升行业整体价值空间为目标 进行颠覆性的一个创新 实现企业的价值跃迁 那右下角向线企业通过设计行业上下游或跨行业 企业通过基础优势或优化性创新 拓展企业跨界价值的增长 那右上角的向线设计行业上下游或跨行业 通过颠覆性创新以重构以构建价值共生的生态体系 从这个价值管理矩阵图上 我们可以衍生出企业价值管理转型的路径 而企业价值管理转型的策略不外乎 身为加跨界竞争到共生 我们可以从上一页的这个价值管理矩阵中看到 ABCDE五条转型路径 而每条路径的类型和优势是不一样的 企业需要根据自身的情况 以及在行业产业链中的地位 当然最重要的是依赖于企业对自身价值目标的雄心壮志有多大 那路径A是从竞争优势向价值跃迁来转型 这条路径是通过身为实现竞争 其优势是企业通过颠覆性创新 从日趋激烈的传统竞争战场抽离 开辟更高维度的价值领地 进一步提升企业所属行业的价值高度 那竞争B是从竞争优化向跨界竞争转型 竞争C是从价值跃迁向跨界竞争转型 这条路径是通过身为来实现路径 那路径B和路径C 它的优势都是企业将优化创新或价值跃迁 构建的高维竞争优势进行跨界应用 特别是如果这个高维优势属于跨界行业核心 能够帮助企业实现跨行业的降维打击 能够快速地实现跨界价值的增量拓展 以上这三条路径转型路径 都是以提升企业竞争力为目标 那路径C是价值跃迁向价值共生来转型 是通过跨界实现共生 其优势是企业以价值跃迁构建的 差异化竞争优势为基石 围绕基石连接产业链上下游 形成紧密的价值网络 再通过价值牵引力突破价值边界 吸引跨行业的价值伙伴 路径一是从跨界竞争向价值共生转型 这条路径是通过升为实现共生 它的优势是企业从跨界竞争转为跨界融合 并通过升为创新 找到合作共生的商业模式 将跨界行业的竞争对手转化为共创价值的合作伙伴 互相促进成为价值共生体 路径第一和路径一是通过跨界或升为来实现共生 建立价值共生的价值生态的体系 这里提到了升为和跨界 我们要介绍一下实现升为 实现跨界的核心前提 我们看到在价值管理矩阵中 企业通过优化性创新 通过颠覆性创新实现升为 升为价值跃迁的核心前提是颠覆性创新 而颠覆性创新可以带来突破性变革 特别是技术创新 新技术的应用往往能够重新定义价值逻辑 因此企业需要投入足够的资金 人才等核心资源来驱动颠覆性创新 打造全新的价值维度 优化性创新是颠覆性创新的良好补充 诸如模式创新、管理创新、流程创新等 其他多维创新方式 从单一领域到全局进行一个 效率与效能的优化提升 使企业逐步积累竞争优势 从而进一步提升价值挖掘的一个能力 而讲到跨界 并不是每家企业都可以实现跨界 我们看到实现跨界的核心前提至少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突破思维定时 企业突破思维定时是非常必要的 尽可能设想跨行业的价值 价接的可行性 第二个是紧扣核心竞争力 企业追求跨界增长无可厚非 但不能以牺牲其主业为代价 换取跨界的成功 企业在跨界之前需要评估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与跨界行业的本质是否匹配 第三个前提是契合目标市场的一个需求 跨界的价值前提是精准地把握市场需求 尤其是在业务不清晰 发展战略不明确 没有核心竞争力的情况下 企业的跨界更要盛行 只有达到了这些核心前提 企业才有可能实现身为 实现跨界 否则都是纸上谈兵 接下来我们将通过五个案例 深入地与大家进行这些理论的一个分析与分享 介绍这些转型路径在现实世界中的实践 那些转型成功的企业 一般来讲都会通过两种 或者两种以上价值管理转型路径 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那第一个案例分享的 跟各位分享的是 全球一家全球领先的大型新能源汽车企业 那这家企业不是第一家做新能源汽车的企业 现在却成为了这个行业的一个领头羊 通过研究我们看到 这家企业的价值管理转型通过三条路径 即路径A从竞争优势向价值跃迁转型 路径C从价值跃迁向跨界竞争转型 路径D从价值跃迁向价值共生转型 我们先来看一下路径A 从竞争优势向价值跃迁转型 这家企业通过颠覆性的创新 实现价值跃迁 从而从新能源汽车的传统竞争中跳脱出来 它的举措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这家企业重新定义了汽车 将汽车从交通工具到智能的移动空间 突破性的将全方位智能触控操作 引入驾驶体验中来 通过技术创新将诸如自动感应车门 车灯可更换电池组 科技美感十足的车型设计 与燃油车媲美的动力 与续航里程等变为现实 实现了大幅价值跃迁 第二个举措就是建造超级工厂 超级工厂是基于第一性原力的一种突破性思维 即在物理框架内寻求一切最优的可行性 一方面体现在对极致合力的追求 以充分利用空间、机器、人员、能源和原材料等资源 另一方面体现在对制造速度和灵活性的追求 以应对需求的波动和多样性 路径C是从价值跃迁向跨界竞争转型 这家企业从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商向共享汽车平台 与自动驾驶出车服务领域跨界 共享汽车平台与自动驾驶是互联网思维与科技的结合 能够拓宽传统汽车制造商的固有商业模式 即从硬件类的产品低频交易模式 转变为软件服务持续高频的交易模式 2019年4月 这家公司向投资者展示了一款拼车应用 同时表示有信心尽快推出自动驾驶出租车 公司通过拥有全球领先的自动驾驶等智能驾驶技术 以及这家公司本身拥有的多种新能源车型紧扣核心竞争力 并契合潜力无限的出行市场的需求 路径低从价值跃迁向价值共生转型 它的核心举措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是通过技术开源专利开放 赋能更多的产业链相关参与者 让更多的新能源汽车厂商能够使用创新技术 更轻松地生产电动汽车 共同作达市场规模 第二个举措是构建全球最大的汽车软件生态 提供长期增值服务 这家公司为车主提供各类远程软件更新服务 包括影音娱乐 远程遥控 故障维修等多种增值服务 吸引了大量汽车应用开发者不断推出新应用 通过付费模式实现双赢 第三个举措是构建全球覆盖的充电桩 储能网络 配备车辆和住宅的接口 提供一整套在线电池服务 意在为车主的生活提供更多的便利 而上述储能网络的建设 也拉动了一系列诸如可再生能源 基建 硬件配套 环保等相关产业的一个共生发展 这是第一个案例 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案例 这是一家全球领先的高科技企业 这家企业于2007年1月9号发布了第一代智能手机 从而开创了智能手机时代 它的价值转型路径以第一个案例比较类似 也是通过路径A 路径C和路径D 三条转型路径从而达到企业的价值最大化 我们先来看一下路径A 从竞争优化向价值跃迁转型 公司对手机进行了颠覆性的创新 它的举措包括 重新定义了随身听 手机 电脑 平板等 颠覆性的将硬件 软件与在线服务完美融合 突破了传统消费电子盈利模式 当其他公司还在设法通过增加产品本身的销售 来获取一次性收入时 这家公司不但可以通过销售产品硬件 及相关维修服务获得收入 还可以依靠软件商店 为客户提供内容服务来获取收入 第二个举措就是实现了硬件产品和内容的结合 这是一种将产品及其他相关后续服务 相捆绑的商业模式 为客户提供高度整合的服务产品 并使它的价值链得到衍生 实现了科技 设计 内容 服务 体验等多维价值提升 那路径C是从价值跃迁向跨界竞争转型 这家公司从手机 电脑等 向手表 耳机 影音流媒体 新闻 健康 阅读等领域进行跨界 这家公司它紧扣它的核心竞争力 保持全球领先的智能硬件与软件技术 超一流的设计水平 以及完美贴心的服务水平 以及一大批忠诚度极高的品牌拥有者 这些都是它的核心竞争力 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跨界 购买这家公司产品的目标客户 大多消费能力较高 并且对高品质产品及服务的消费意愿也比较强 而公司跨界的这些领域 代表高品质生活的需求 对应的客户群体 以公司核心产品的客户群体也高度重合 同时也契合了这些领域的市场需求 那路径第一呢 是从价值跃迁向价值共生转型 围绕应用商店 构建了手机平板电脑应用生态圈 通过整合产业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的资源 以互联网 无线互联网等通路为依托 搭建起了应用商店这一增值业务交易平台 是为客户购买手机平板 电脑适用的在线应用服务 运营商业务 增值业务等各类数字产品和服务 提供了一站式的交易服务平台 围绕手机电脑等智能硬件 构建硬件配套的生态圈 包括适配器充电线 保护壳和贴膜 表带等周边的产品 这些都是在本行业产业链 形成了价值共生的体系 那围绕线上商店构建了数字音乐 视频生态 相关产业包括唱片公司 书籍出版商 影片发行公司 电视公司和成千上万的广播电台等 形成及数字音乐 数字视频及应用软件 为一体的综合网络销售平台 形成了跨界的产业链的价值共生体系 这是第二个案例 那第三个案例呢 我们来为大家分享一下 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电商巨头 它的转型路径呢 我们看到是通过路径A 路径C和路径D 那路径A呢 它主要是通过 是从价值优化向价值跃迁来转型 通过单品类向多品类电商转型 推出汇圆制服务 形成差异化的盈利模式 推出智能硬件产品 将线上线下零售相结合 利用前沿科技实现无人店铺等 颠覆性的创新手段 来实现一个价值跃迁 路径C呢 是从价值跃迁向跨界竞争转型 紧扣它的核心竞争力 通过电商平台积累的忠实用户 同时通过机器学习 人工智能 区块链相关的前沿科技 跨界云服务 履约服务 金融服务 本地服务 影视等业务 契合中小企业信息化基础设施的需求 生活服务市场 影音娱乐市场等需求 这是它第二个转型路径 那第三个转型路径呢 是从价值跃迁向价值共生来转型 通过智能工具 为各业态赋能 把人工智能 云计算 物联网等前沿技术 快速地应用到业务发展之中 在促进生态体系中 各企业蓬勃发展的同时 不断反补 自身智能工具性能的一个迭代与提升 实现价值共生 这是第三个案例分享 那第四个案例分享呢 跟各位分享一下 一家全球知名的连锁会员制仓储量饭企业 其转型路径呢 涉及路径A B和E 先来看一下路径A 那路径A呢 从竞争优势向价值跃迁来转型 主要通过一些优化性的创新手段 比如说通过会员制打造差异化的盈利模式 对消费意愿与消费能力进行有效的筛选 并且给高级会员2%的一个消费晚点 因此付费会员的忠诚度 复购率都非常高 客户的流失率也比较低 从而保证了高频度的一个购买 以及较高的较高的一个客单价 那第二个举措呢 就是精选单品 2000个左右的SKU不但销售集中 还可以加速库存的一个周转率 从而带来资金运转效率的一个提升 降低了运营的一个成本 第三个举措呢 就是仓储式经营的仓电一体机制 有效的减少了物流的二次运输成本 和商品的一个缺货率 那路径B呢 是从竞争优势向跨界竞争转型 主要利用了它的核心竞争力 及它的卖场空间 源源不断的客户流量 以及消费能力 经过挑选的商品及服务水平 提升了客户粘性 从而实现跨界经营 加油站旅游等 契合了其主业 庞大客户群的一个出行加油 休闲旅游的一个市场需求 主业卖场的庞大的客流量 与客户的忠诚度 是其跨界的一个根基 那路径一呢 是从跨界竞争 向价值共生来转型 这家企业与金融机构合作 帮助信用卡的一个发行方 来发行信用卡 同时分享信用卡的一个刷卡收益 这个也是这家企业 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 这家企业在美国 与国际知名的银行合作 发行了一种联名卡 既可以作为会员卡 也可以作为信用卡来使用 在这家企业消费 可以享受2%的一个反现 那在中国 这家企业在前两年 在中国上海开出了第一家店 已经选择与国内的一家金融机构 共同发行了联名的信用卡 这是第四个案例 那最后一个案例呢 是一家全球领先的家居企业 我们看到它的转型路径 包括了路径A和路径B 那路径A呢 是从竞争优化 向价值跃迁来转型 通过成立实验室 创新的实验室Space10 研发各类创新产品和服务 利用图像识别技术来帮助消费者 实现产品定位搜寻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分析消费者的行为 优化产品的布局摆放效果 提升门店的一个运营效率与效果 同时这家企业利用AR的技术 使消费者能够在线对家居产品 进行自定义的一个组合 通过这些举措实现一个颠覆性的创新 此外这家企业通过一些优化性的创新 来提升效率 比如说与工艺商来建立合作关系 缩减新产品的开发成本与时间 提升效率 那路径B呢 是从竞争优化向跨界竞争转型 这家企业呢 除了售卖家居产品以外 它的餐饮业也是做的分身水起 企业紧扣它的核心竞争力 也就是它的家居卖场空间 网红景点性质的环境 源源不断的客户流量 价廉物美的北欧食品 契合了刚需明确的出行 餐饮休闲等市场需求 主业家居卖场的庞大的客流量 与客户忠诚度是其跨界的一个根基 好 以上我们与大家分享了五个那个案例 那从以上案例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有三个基本的一个核心的要点 那第一个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客户的需求驱动创新 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并能够提供跨界的一个指引 第二个呢 就是核心竞争力的持续提升 带来价值跃迁与跨界的可能性 第三个呢 我们要总结的是 跨界竞争与合作既能拓宽客户群 又能反补核心竞争力 客户需求核心竞争力 跨界模式是三位一体的 企业价值管理转型的一个核心 以上我们为大家分享了五个案例 那从这些案例当中 我们可以得出一些要点 那第一个呢 就是客户需求驱动创新 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并能够提供跨界指引 第二个点呢 是核心竞争力的持续提升 带来价值跃迁与跨界的可能性 第三个呢 是跨界竞争与合作 既能拓宽客户群 又能反补核心竞争力 客户需求核心竞争力 跨界模式 是三位一体的企业价值管理转型思路的核心 对企业来说 精准识别客户需求 创新打造核心竞争力 灵活选择跨界模式 是价值共生 视角下价值管理转型的三大关键成功因素 那我们来一个一个看一下 首先是精准识别客户需求 企业需要始终与客户需求为核心 精准识别客户需求 通过颠覆性创新与优化性创新 重塑产品设计 服务 内容 体验等关键要素 持续为客户带来全新的价值体验 同时打造出能够成为价值基石的产品或服务 企业能够围绕价值基石 逐步孕育它的价值生态 第二个就是创新打造核心竞争力 核心竞争力不仅仅是传统竞争的关键 也是价值跃迁的前提 企业通过持续创新 打造长期有效的核心竞争力 以核心竞争力为基础 精准识别核心竞争力需求市场的契合点 这些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公司 凭借其产品或服务 吸引大量较高忠诚度的客户 而倪跨界领域的目标需求者 与该客户群体高度重合 那么跨界的客观基础就越充分 第三个成功因素是 灵活选择跨界模式 跨界既可以竞争也可以合作 考虑到企业自身资源配置 跨界发展不能以牺牲主业为代价 来换取跨界价值 因此企业需要探索能够实现 跨界价值最大化目标的商业模式 在技术资本人才等资源充沛的情况下 对于具有独特战略意义的跨界 可以尝试采取独立运作直接竞争的方式 在其他情况下找到合作方共同创造价值 会是更加经济有效的方式 并且更有利于形成共同繁荣的价值生态 好 以上就是我们第三章的一个内容的讲解 前面我们为大家讲解了 作为创新驱动下的价值跃迁与产业链格局优化重构 介绍了价值管理矩阵以及不同价值管理转型的路径 矩阵的右上角即是价值共生 这是企业实现价值管理的最高境界了 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讲解第四章 构建价值共生体型的价值管理的关键要素和影响因素 要达成价值共生的企业价值管理 需要了解的关键要素和影响因子 我们先来看一下 对共生现象和理论的研究最早来自于生物学家 1879年德国真军学家德贝里 首先提出了共生的概念 自然界有这样一种现象 当一种植物单独生长时 显得矮小单调 而与众多同类植物一起生长时 则根生叶茂 生气盎然 人们把植物界中这种相互影响 相互促进的现象称之为共生效益 我们将生物界的共生效益衍生到经济界 提出了产业共生的概念 产业共生是指企业之间的进合关系 它不仅包含合作 同时包含竞争和优胜劣汰 价值共生是指与企业相关的所有成员 通过某种互利机制有机组合在一起 共同生存发展 寻求企业之间的价值最大化 也就是说共生系统中的任意企业成员 都因这个系统而获得比单独生存更多的利益 即所谓的一加一大于二的共生效益 实现价值共生 外部环境的变化是永恒的 而只有价值共生 企业才有可能超越变化 在不确定的动荡中真正成功 从企业自身价值链到在产业中寻求企业价值 再到在产业链中寻求产业生态中 所有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共生 构建价值链 价值网络 价值共生体型 价值管理体系 产业价值共生有一些基本的特征 如企业之间的群落性 融合性 以及生产成果的增值性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企业之间的群落性 那具体来说 就是共生产业常常表现为一定的地理范围内 大小不一的企业组合 是这些分别处于产业链上中下 有不同位置的企业 在产业群中的相互的结合 群落势的共生 是相邻的几个不同产业 又能互补的企业 他们是建立在长期合作中 相互信任的基础上 这样有利于企业之间信息交流 以及资源的交换 以获得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 第二个特征就是共生视角下的融合性 在这个产业共生的群落中 关注的是产业创新和价值增值的一个过程中 业务链接关系 从实现方式来看 各个企业之间是一个技术互补或产品供需关系 或业务模块之间的一个关系 这些企业或产业在这个共生群落中相互融合 体现共生视角下的一个融合性 第三个特征就是生产成果的增值性 产业共生体的目标是在减少污染 节约资源 保护环境基础上的共利与互赢 取得增值效应 同时通过关注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 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这个也是产业价值共生的最终目的 那产业价值共生的作用体现在几个方面呢 我们看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协同进化 企业之间实现一个协同的一个进化 怎么来讲呢 就是随同产业共生的一个形成 企业之间相互开展生产 经营资本技术等多方面的协作 上下游产品形成一条条产业链 能够充分协调产业群落各组成部分的行为 使之更有效 更合力地处理共生单元和系统的共存关系 选择更好的一个方式 实现一个协同的一个进化 那第二个呢 就是促进资源充分共享和合理利用 也就是说通过企业之间的共生战略 分工写作 优势互补 形成大的虚拟组织模式 提高企业抗冲击的一个能力 利用合作企业的各自优势 共同开发生产产品 消除企业生产过程 对环境造成的危害 形成资源的一个充分的共享 和合理的一个应用 那第三个作用呢 就是促进竞争形式由排他性转为排列性 产业共生反映了组织之间的一个相互依存关系 这种关系的产生和发展 能使组织向更有生命力的方向演化 产业共生关系将促进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 共生关系至少和竞争关系一样 是促进经济创新 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基本动力 产业共生不排斥竞争 受网络化信息技术和市场经济法则的共同作用 产业竞争的内外竞争 形式将更趋于排列性 并具有更为公平 公正和合理的一个共生文化 并不是每一个企业都要实现价值共生体型的一个价值管理 要达成这一目标需要具备一些关键要素 我们在这里列了其中最核心的五大要素 我们可以看到要素一 企业要有能创造价值共生的基石 要素二 企业需要具备自身的合生竞争力 要素三 企业需要开放合作的心态 那要素四 企业要有赋能的载体 要素五呢 就是战略上要有主动整合的投资并购的一个行为 那接下来我们稍微主要 稍微说明一下这五大关键要素 那第一个要素呢 就是企业要有能创造价值共生的基石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要素就是基石 那任何企业 首先要有能够创造价值共生体的基石 好的产品或服务 创新的商业模式 行业的关键人才等 这基石呢就像种子一样能够在此基石的价值基础上带动价值共生体中的其他企业 创造更大的价值 我们来看一下以下三个案例 左边这家企业呢 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是全球领先的高科技企业 通过硬件加软件加内容加服务 创立了价值生态体系 吸引了产业中或跨界行业的企业加入到这个生态 实现价值共生 而这家企业之所以可以实现价值共生 就是因为它有能够创造价值共生体的基石 也就是它的智能手机 随身听是它的基石 并通过创新的商业模式将硬件软件内容服务进行整合 形成一个价值共生的生态体系 其他类似的企业只能模仿 但很难竞争或超越 而且在这个生态体系中 会有更多具有竞争力的创新产品涌现 那中间这个企业呢 是全球领先的电商巨头 这家企业实现价值共生的基石 是其最早作为传统电商带来的巨大流量 或我们称之为入口 以此为基础跨界云服务 通过智能工具为各业态复能 把人工智能云计算 物联网等前沿技术应用到中小企业的业务发展中 建立了一个生态体系 促进了生态体系中企业的蓬勃发展 同时也不断促进自身智能工具的迭代与提升 那右边这家企业呢 是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企业 理所当然 电动车就是它走向价值共生的基石 通过电动 互联 无人驾驶 智能出行 引领未来整个汽车行业的变革 形成价值生态体系 那要素二呢 是企业需要具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企业必须要有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才能以其为作为延伸构建价值公生体型价值管理的基础和源泉 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大小 最终体现为获利能力 市场份额等量化的财务指标 什么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呢 核心竞争力必须是有助于实现利益相关方所看重的价值 也是竞争对手难以模仿和替代的产品或服务 这个竞争力是必须要具有持久性 而不是短时期内具备的 当然核心竞争力还有其他一些特征 就不在这里一一赘述了 那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包括哪些呢 我们在那些领先的世界一流企业的发展过程中看到 核心竞争力可以是持续的创新能力 可以是卓越的管理能力 可以是核心技术或产品或商业模式 可以是良好的品牌形象等等 这些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实现价值共生的一个关键要素 那第三个要素呢 就是企业需要开放合作的心态 价值共生就需要摒弃封闭迎接开放 开放就是无边界 做到外部的资源可以顺畅的引进来 内部资源和能力实现对外共享 开放的一个最终目的就是有效整合内外部的资源 聚焦价值共生体系中的一个价值链合作伙伴 打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所以这已经是突破企业自身的空间 所以需要更加开放合作的一个心态 要素四呢就是企业需要实现价值共生 需要有资能载体以更好的服务生态体系中 各成员的一个业务发展模式创新 产品创新客户体验创新 常见需要资能的领域包括资产运营资本运作 供应链数据资产技术研发综合服务等 这个资能的载体可以是自建的 也可以是外包取决于这些领域对企业的重要性 或企业资深的能力的 第五个要素呢是战略上要有主动整合的投资并购 在战略上企业基于生态协同效应的考量 关注实现行业内价值链效率与效能的强化 跨行业价值透宽的投资标的 通过投资收购寻求主动整合 促进价值共生 所以在战略上要有主动整合的投资并购的一个意愿 这个和要素三呢有一定的关联性 就是要有开放合作的一个心态 接下来我们再探讨一下 企业要实现价值共生体型 价值管理转型的影响因素 我们看到有产业属性的因素 有资源配置的因素 有优势选择的因素 也有支持能力的因素 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因素 就是产业属性的因素 首先我们看到 价值共生是一种创新的理念 但理念需要结合企业的客观实际 特别是企业所属的产业 不同的产业的价值共生云图是不同的 企业需要围绕自身所处的价值属性 思考价值共生的发展路径 那第二个影响因素呢 就是资源配置 资源配置呢 就是也就是说 企业的资源是有限的 资源的配置是基于价值共生的战略意图 企业需要经过对资源进行评估 整合与分配的过程 企业既要精心分析价值共生的逻辑 又要研判内外部资源 对价值共生需求的匹配程度 那第三个影响因素呢 就是优势选择 我们称之为优势选择 那第三个影响因素呢 是选择什么样的优势竞争力 我们称之为优势选择 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发现价值 实现价值 创造价值的基础 也是实现价值共生逻辑的一个前提 企业需要选择具备 最具备价值想象空间的核心竞争力 作为优势发力点 打造基石产品或服务 形成价值共生的动能引擎 第四个影响因素呢 是支撑能力 支撑能力呢 就是体现在价值共生体 是内外部协同发展的一个结果 因此企业是否具有 构建一套全面灵活高效的支撑体系 这个支撑体系需要涵盖商业模式 组织结构 人力资源 信息化 大数据等等多个方面 只有支撑体系到位了 企业才能再真正的 建立起价值共生型的一个价值管理 在讲解了第三章 第四章的理论与概念之后 我们来到了第五章 在这一章节中 我们将通过一个案例 与大家分享一家 世界一流企业 价值生态体系构建的领先实践 将第三章 第四章的内容串起来 使深色的概念 理论 通过案例 鲜活起来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家公司 相信大家都知道名字 是一家老牌的跨国高科技企业 高科技公司 这家公司成立于1975年 在经历了1975年至1984年的 起步阶段之后 伴随着PC时代 公司在1987年至2000年 快速崛起 双新性地推出了 华时代的革命性产品及服务 也就是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 与办公软件 在PC时代独占凹头 在公司市值曾经一度达到6000亿美元 随之而来的就是2000年到2014年 移动时代的低迷陨落 公司死守传统产品 未能及时地应对客户需求变化 并极力保护核心产品的帝国版图 同时这期间还有一些大的收购的一个败笔 在这个阶段 公司的市值跌破了2000亿美元 2014年新任CEO上位后 公司开启了云时代的蜕变重申 宣布公司不再以原来的核心产品为战略 新战略是开放源代码 云端优先 跨平台兼容以及服务导向 以云服务为基础 强调开放、兼容和服务 推出云基础设施和云计算服务 推动办公软件云服务化 重铸创新 推出了云为先、移动为先 为客户打造属于客户自己的智能工具 公司的市值一度重返全球第一 那到今年就是2020年8月份 公司的市值又创新高 突破了1.6万亿美元 至此 这家公司基于价值共生的云生态体系 帮助其成功实现价值管理转型 那我们应用价值管理转型矩阵 来看一下这家公司的一个转型路径 基本上来讲 这家公司的转型路径 覆盖了我们前面在第三章中介绍的ABCDE所有的转型路径 公司首先针对企业自身进行竞争优化 从传统的一次性软件销售转变为持续付费的服务模式 引入免费加增值的模式 对增值服务功能收取额外的费用 将工程师与销售结合 增强了公司的销售能力 但公司不满足于只是优化了竞争能力 更希望实现价值越前 公司将创新与客户数字化转型需求相契合 以云为基石 凭借产品和服务为核心竞争力 打造出了针对现代业务场景的应用 基础设施 数据智能等全面解决方案 明确了云为先的公司战略 要求企业级产品和技术按照云服务进行优化 同时通过跨界实现竞争力的提升 跨界的举措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这家公司收购了职场社交平台 与软件代码托广平台 进一步强化社交网络与开发社群的一个影响力 第二个举措就是对手机业务进行战略收缩 将跨界竞争转为跨界融合 积极融入基于现有的两大手机操作系统的 移动生态圈 为客户提供本公司独特的价值 这家公司通过云服务逐步建立了一个生态体系 凭借开放合作吸引更多的合作伙伴 和用户共同完善其云生态 进而形成了指数级的网络效应 共同做大蛋糕 为客户创造更多的价值 包括帮助客户实现业务绩效增长 数据洞察 物联网应用等 通过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共赢 创造了更大的价值空间 并实现了从平台到生态的迭代 最近这家公司发布了云上太空计划 与美国一家民营的航空制造商和太空运输公司合作 将云服务推向太空 这将是互联网的一次巨大的飞跃 使这家公司实现将云服务拓展到农业 能源 通讯和政府业务等领域的新发展 公司将通过遍布全球的卫星连接云服务 解锁更多场景中营计算的能力 并赋能合作伙伴和客户 以实现更大的一个目标 通过开放合作 这家公司实现了价值共生的同时 也使企业实现价值的一个最大化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家企业在实现价值共生体型 价值管理转型时 前面第四章提到的关键要素 基石 核心创新力 主动整合的一个投资并购 合作开放的心态 我们都可以在以上的案例故事当中找到映射 这是一家历史悠久的老牌高科技企业 经历了起伏转折 在新的环境下 公司以云服为基石 以开放合作兼容为策略 建立了一个共赢的生态体系 是我们看到的价值管理转型最为成功的企业 我想每个企业都可以从他的身上 找到借鉴的内容 近几年来 互联网或科技公司是市值管理转型的一个主体 因为市值是企业价值最直观的体现 既包含了企业的价值现状 也反映了资本市场对于企业未来的一个价值预期 左边这张图 这张表格是截止2020年3月31号的一个数据 从全球企业市值排行榜可以看出 占据前十位的上市公司当中 除了一家能源企业 一家投资公司 与一家医药企业外 其余其家都是互联网或科技企业 万物互联时代下 数字经济的快速腾飞 对实体经济的降维打击不言而喻 市值充分反映了资本市场对科技驱动转型升级的高价值预期 这个排名与十年前已经完全不同 从最近几年 全球市值前十位的变化可以看出 互联网或科技公司是价值管理转型的主体 传统企业需要借鉴他们的成功经验 从排名靠前的互联网或科技巨头的价值管理转型举措来看 具有以下几个共同点 第一个就是打造汇聚巨大流量的平台或产品作为基石 持续提升盈利能力 第二个就是围绕基石产品或服务 一方面实现产业内优化整合 另一方面构建硬件加软件加内容加服务的强大生态系统 作为生态核心不断提升自身价值链的一个定位 第三个就是深入挖掘客户需求 与需求驱动多维创新 凭借互联网家思维与技术优势进行跨界融合 不断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与客户合作伙伴竞争对手共冲价值 实体经济特别是工业制造业 应当积极借鉴互联网或科技企业的领先实践 找到适合自身的价值管理转型之路 实体经济企业在这份榜单当中 并不企业甚至乏善可乘 究其原因是面临互联网时代大势之下的一个转型挑战 盈利能力逐渐弱化 价值链定位未能取得攀升 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 因此实体经济企业特别是工业制造业应当积极借鉴互联网或科技企业的领先实践 找到适合自身的价值管理转型之路 工业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的核心主体 与互联网及一系列前沿技术的深度融合大有可为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实体企业可以通过5G 互联网 大数据 人工智能技术 从生产流程 物流等多个环节 对制造业价值链进行优化和再造 从而创造更大的价值 第二个就是推动工业制造和互联网的深度融合 发挥互联网家的力量 充分利用互联网连接客户 有效地把握客户需求 由规模化生产向定制化转变 实现价值跃迁 第三个就是促进工业全要素资源的聚集 共享和协同 不但加速智能化生产 个性化定制 云化协同 服务化延伸等新运用和新模式的创新 构建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价值生态 我们引用前面介绍的这家成功企业的 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话 归根到底 我们需要通过科技上的突破 来实现超越现状的一个增长 以上就是专题五的全部内容 那么到此 我们本次基于价值共生 视角下的企业价值管理转型课程 告一段落 在结束之前呢 让我们来对本次课程 做一个简明的一个要点回顾 专题一呢 也就第一章呢 我们为大家介绍了价值管理的核心理念与驱动因素 及企业价值内涵需要兼顾短期与长期 除了经济利润外 为企业带来长期价值增长的 是企业在价值链的定位的攀升 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构建 在发现 实现 创造的价值管理过程中 企业应当灵活运用价值评价与驱动因素分析 制定并贯彻一系列促进价值回报的手段 与方法 那第二章呢 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基于数据资产的价值洞察 与应用场景 从新产品 新服务培育 精准营销 大数据分控 等多个应用领域展示了数字革命时代 数据资产蕴藏的巨大的价值潜力 是企业价值管理转型突破的重要抓手 专题三呢 为大家介绍了多维创新驱动下的价值跃迁 与产业链格局优化重构 跳出企业既定价值框架体系 从更宏宽的角度来看待 升为与跨界竞争与共生的价值转型策略 并通过一系列案例来解构 升为价值跃迁与跨界价值共生的领先实践 揭示了客户需求 核心竞争力 跨界模式是三位一体的企业价值管理转型思路的核心 那专题四呢为大家介绍了构建价值共生体型 价值管理生态的关键要素和影响因子 价值共生的基石 开放合作的心态 核心竞争力 赋能载体 战略投资与并购等 都是构建价值生态的关键要素 而产业属性 资源配置 优势选择 支撑能力 是影响价值生态质量与水平的重要因素 那最后一章呢 我们为大家介绍了世界一流企业价值生态体系构建的领先实践 从一家老牌科技巨头的涅槃重生般的转型实践的成功之处 可以发现互联网或科技公司已成为当前全球企业价值管理的转型典范 其背后的动力引擎是不受禁锢的价值跨界想象力 与持续打磨核心竞争力带来的价值创新 实体经济企业需要积极借鉴互联网或科技企业的领先实践 找到适合自身的价值管理转型之路 从理念到实践 对于企业来说 价值管理转型的核心要义 我想借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 战略管理学家David Teese的一段话来总结 再合适不过了 企业需要核心竞争力塑造竞争优势 但最重要的不是核心竞争力 而是更新核心竞争力的能力 任何企业都需要保持或改变 其作为竞争优势基础能力的能力 这就是动态能力 世界一流企业价值管理转型的领先实践 对于大型央企国企来说 是非常好的借鉴和参考 真诚地希望这次课程能够给各位企业管理者 在价值管理转型方面带来一些启发和帮助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再见